炸猪排做得像焦了一样的 黑的 居然出现了第三代 还有第四代的烧卖 小吃本堂菜 寻穿饮食 一个转身点出行发样 我觉得这个嗓子很进行 没有想到吃点飞食 那么大的食嘴虾 我可以保证你是没有吃过 没有尝过 更加没有见过的 万万没想到 这些名菜居然还能这么多 这道菜是 叫坏机跟爸爸要结合而来的 导资导嗨 棒丁森网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王玉音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前段时间的 大白兔奶糖变身季 比如像大白兔奶茶啦 大白兔冰冰包啦 那最近居然还联手了 某知名巧克力品牌 推出了大白兔冰淇淋 其实呢 像这样的变身季啊 在我们身边还是蛮常见的 很多的老品牌呢 也一直都在追逐 时尚的潮流 不断地翻出新花样来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 就将分为三个篇章 分别有小吃篇 本帮菜篇 地方菜篇 我们要带着大家一起来 讨一讨这些变了身的 花样美食 也会按照改变的大小 也就是创新程度来进行排榜 那么一范子 阿拉就用小吃范子 刚起 小吃变身季智 第三名老长沙臭豆腐 长沙臭豆腐 其实在上海 算是比较有名气的了 对于上海人来说 黑色的臭豆腐 已经不稀奇了 黑色带汤汁的臭豆腐呢 也不稀奇了 但是今天 要告诉你的是 长沙臭豆腐的终极版本 就在这家老长沙臭豆腐店哦 咱们今天做阿拉切尤格子 长沙臭豆腐的终极版本 可以说它在这个香味上呢 要比一般的臭豆腐 要香上N倍啊 因为它里面放了一个 灵魂性的东西 是什么呢 去看看 哎呀 来玩厕得 用卤水腌制过的 这色如黑沫般的臭豆腐 遇到油温之后 发生了神奇的化学反应 那就是闻着臭吃着香 哇 一边在这哦 一边这个香味扑鼻而来哦 老板为了口味 跟长沙的一模一样 就连这锅 都是从长沙运过来的 用霸铁锅炸的臭豆腐 就像小倩说的 真的是香得不得了 美丽 你要辣吗 微辣吧 你肉酱给我多放点 好了 没问题 这勺肉酱汤汁 就是灵魂所在啦 黑的豆腐 它其实会 豆香味更浓一点 然后它虽然淋了 很多的肉酱上去 很多肉汤 但它表皮还是 很脆的那种啊 而且它里面 里面会吸到 很多的那个肉汤 然后它整个肉酱 吃上去是那种 特别鲜 这里的肉酱呢 已经基本上 是看不到肉了 因为长时间的熬煮 已经融化到汤当中了 那更像是肉汤 汤里呢 还会放入十几种 天然香料 淋上之后 更容易被臭豆腐吸收 吃起来那就是 鲜 香 辣 爽 小吃变身忌之 第三名 创新程度 三颗星 长沙臭豆腐的 终极版本 肉酱汤汁是灵魂 现在上海炸猪排的口味呢 也可以说是 百花齐凤 有像德大这样 比较经典的 也有比较创新的 但是呢 像在我们这种吃东西 还是比较传统 比较保守的人心里呢 我是绝对不能接受 炸猪排做得像 焦了一样的 黑的 小吃变身忌之 第二名 小点心的炸货拌饭 这家店听名字 倒是不起眼 但没想到 这就是一家黑店 先不提猪排 这很受上海人欢迎的 咸肉菜饭 在这里也有 暗黑版本的 所以呢 在这家店出现黑猪排 也是有点理解的了 这块黑猪排 被命名为 炸焦猪排 敢吃的人呢 我绝对要赞他一句 永世 我们的炸焦猪排 在唐市和外卖 都是百分百好评的 而且一定要配上 我们的孜然粉调料 才更加好吃 孜然粉 闻起来还有点 咖喱的味道 你看我为了做节目 也没办法 这黑猪排吧 我就替大家尝一下 好吧 记得给我点个赞 很好吃 哎呀好奇怪哦 我跟你讲啊 这个黑猪排 炸了这个自然粉之后 它吃起来是有点 像烧烤的味道 细脆又香 伴着烧烤味 哎呀怎么会这么好吃啊 老板表示 甚是欣慰 你终于体会到美味了 请看这里哦 这就是从鲜嫩的猪排 到全黑猪排的染色过程 你猜得出 是用什么染料吗 嗯这个黑色的 我知道了 以我这么多年 探访美食的今天啊 老板 你这个黑色炸猪排 一定是用 墨鱼汁做出来的 对不对 掌声过来一百倍 我说超厉害 厉害厉害 但是只对了一半 当然还有 嗯这里先卖个关子 刚刚特派员 成功猜到的墨鱼汁 就是第一步的染色过程 和酱油一起 涂抹在猪排表面 染色的同时 也能吸收 海鲜的鲜味 下面介绍 另一样黑色染料 你这个一片一片的 究竟是什么东西啊 嗯一片一片是面包糠 嗯 一些炸粉 面包糠又不是黑色的了 但是我们里面 加了另外一种 黑色的材料 什么东西 就是食用猪炭粉 猪炭粉的加入 能够增加猪排的清香 会有解腻的作用 经过炸汁的黑猪排 虽然外表焦黑 但内心依然是情形可爱 配上独特的自然粉 让你开启 上海炸猪排的新大门 小吃变身技之第二名 创新程度四颗星 创新派的焦黑猪排 外表暗黑 内在情形依旧 小吃变身技之第一名 沈家爷叔 我手上拿的这个 就是第一代的烧卖 传统的糯米烧卖 或者是带点汤汁的 有点类似于小笼包的 这种下山烧卖 那在第二代烧卖里面 就会加入一些 比如说蟹黄啊 咸蛋黄之类的 商人比较喜欢的元素 那今天我们到的这家店 它居然出现了第三代 还有第四代的烧卖哦 这是一家干净清爽的 本邦小吃店 主打的就是烧卖 没有听过说 烧卖可以当这样子做法 它家口味很多 但是在别的家没有遇见过 芝士 在别的店我都没听过 咖喱和牛这款烧卖 在其他店没有吃到过 嗯 对啦 这款咖喱和牛口味 就是他们家的第三代烧卖 当然还有这款 第四代芝士培根口味的烧卖 目前店内进来的六桌客人 几乎桌桌呢都点了烧卖 其中有四桌 点了我们的第三代 第四代烧卖 那我觉得你们这个第三代烧卖啊 从线料方面来看 好像有点这个日料的影响 嗯 对的 因为我们研发团队里啊 有做本邦点心的 也有做日料的 所以呢 做了一个大批创新 将日料中的一些材料啊 用浓油自然的做作方式呢 和烧卖结合在一起 而且不同口味 有不同颜色的烧卖皮 也都加入了新鲜的蔬菜汁 制作而成 并且他们的烧卖皮 也和一般的早餐店的做法不同哦 一般上海的烧卖皮呢 皮比较软 也比较厚实 而我们家烧卖皮呢 是采用北方的烧卖皮的做法 皮薄 吃起来呢 也会比较有韧性 如果想要尝试不同的口味 就可以点上这样一份烧卖大拼哦 它虽然咖喱味很浓 但是没有掩盖住 这个和牛本身的香味 而且你嚼着嚼着 你会觉得有点像 在吃这个牛肉糯米饭的感觉 并且它外面这层绿色的挤压制 加了菠菜汁的 所以很好的铁铁铁 非常的爽口 小吃变身季汁 第一名 创新程度五颗星 一家本邦小吃店 将传统烧卖不断创新升级 现在呢 有不少餐厅啊 在坚持做本邦菜 传统口味的同时呢 那么接下来就带大家进入我们的第二篇章 变了身的本邦菜 首先来看看这一家黄亭大院 他们就在红烧肉上动起了脑筋 来给嗡嗦女李香呢 加入了黄鱼响 海产品加肉不但没有腥味 而且呢 海产品的咸鲜味 刚好中和了红烧肉 甜蜜的口感 本邦菜变身季汁第二名 十二龙海派创影江南菜 在美食众多的甜丽诺 这一家有着海派风格的十二龙 可以说是后来经上 从老人到小孩 都是他们家的做上宾 当然这还是要得益于他们家的海派创意菜 我刚才吃的这个牛肉啊 它里面大概有那个橙皮的味道 挺好吃的 我挺喜欢的 这个看它是个番茄 但它里面有很多东西 比如有坚果 然后跟那个沙拉拌起来吃 会很好吃 除此之外 这里还有用小黄鱼卷成卷做的熏鱼 还有一道从传统粤菜改良过来的 鸟巢歌颂包 因为只用歌胸肉做 所以现在粤菜馆也不常吃到了 而我们今天的主角 当然还是下面这一道 熟醉螺氏虾 因为想让食客对传统菜品 有着不同的感受 所以大厨选用了螺氏虾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大头虾 但做法呢 还是延续了传统的醉虾 腌制好的螺氏虾放在蒸香中 蒸七分钟 随后迅速浸在卤汁中 除了普通的调味料取芯增伤 关键呢就在这碗酱油里 我们是用煎鱼烤制好以后 熬制这个酱油 我们调到的这个味道呢 是比较浓郁的 底味很足的 咸甜鲜的味道 看似普通的做法 但最后味道好才是王道 这么大的熟醉虾 我可以保证你是没有吃过 没有尝过 更加没有见过的 哇 这么大的虾 我跟你讲 这个熟醉虾剥起来 比小龙虾还要过瘾 一口下去 真的太爽 它有满足感 满口都是那个虾肉 本帮菜变身技之第二名 创新程度四颗星 超大熟醉虾 一口下去 满足感十足 提到上海菜 甜味可能是许多人的第一印象 这糖自然也会成为上海菜中 必不可少的一种调味料 不过不知何时 糖和醋竟然形成了一种美妙的结合 而这种相互结合的美味 成了上海人留恋的家常味道 听我们的编导说呢 接下来的这家店啊 有一道以糖醋为主的本帮创意菜 但是我个人就非常为他们担心了 你要知道上海人的心目当中 糖醋小白可是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的 那这个本帮创意菜又是糖醋的 他们家大厨可真的是要下点功夫了 本帮菜变身既知第一名 Homes石酱本帮融合菜 因为地处长风大跃城 商场有许多家亲子乐园 所以他们家就设计了老少皆宜的糖醋菜 来满足全年龄段的口味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道老少皆宜的糖醋菜 到底是什么 哦 这个样子 虽然还不知道这一片到底是什么 但是那个糖醋的味道一上来之后 那个香味是非常浓郁的 小朋友一定都是非常喜欢吃那种糖醋的嘛 因为很开胃 然后再来就是 看一下这个应该是很多阿姨 从小时候都尝试那个伞子 然后再来看这个 这个黄眼一看呢 我觉得有一点像那个东北菜里面的锅包肉 应该不会是锅包肉加这个伞子吧 说好的创意才能先尝尝看 中间是非常嫩滑的那种 是满满包裹的那个鱼肉 再蘸一蘸旁边的酱料 吃一口 然后呢 如果想脆脆的话呢 这样 再吃一口 外面那种脆脆的感觉 和中间那个鱼肉很厚的那种感觉 混在一起 非常的好吃 这个鱼这么厚 我觉得应该是龙利鱼吧 没错 他们家这一道菜的创新点之一 就是用到了没有骨头的龙利鱼 吃起来非常的方便 适合小朋友进餐 为了配合酸甜口味的甜醋味 鱼肉需要炸至金黄 在飘香四溢的炸物上 加着一层浓厚的糖醋酱 想定是谁都不能拒绝的了吧 而且对于大厨来说 调味料呢 也要银材式料哦 其实呢 关于刚才的那道菜啊 我觉得大家最关心的 还是这个糖醋汁 所以大厨 我们在调那个糖醋的时候 有什么特别的秘诀吗 是有秘诀的 因为是我跟主厨 两个一起 我们研制了大概半年之久 我只能告诉大家是 我们是三比一之 五比一之间 其中的一个比例 三比一到五比一之间 那就是四比二 是这样吗 所以说像刚才 您说的这个比例 是不是我只要学会之后 不管是在家里面 烧肉还是烧鱼 都可以用了 不是的 我们现在说的比例 就是烧鱼用的比例 厨房总共有二十个人 只有两位主厨 掌握糖醋的秘密 具体制作的时候呢 并不复杂 但浇下去的一勺 配上老上海人喜爱的 麻油伞子 能让多少人垂涎欲滴呀 总的来讲 我觉得这个洒子 给我很惊喜 很惊喜 没有想到是这样的 不过呢 既然是一家融合菜馆 这边的创意菜 当然是非常的多了 比如说呢 红烧烧法的安格斯牛肉 那这个呢 是酥皮土豆色啦 看上去有一点像 西式的拿破仑啊 吃上去呢 也是中西合璧的感觉 那这个呢 就是非常经典的 樱桃鹅干了 在这边呢 实际上都是可以吃得到的 本帮菜变身季之 第一名 创新程度五颗心 老少介意的糖醋菜 原料居然是 龙鲤鱼和麻油伞子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正式开启 寻常美食变身季的 第三个篇章 地方菜系 你有没有尝过这样的菜 把各地的名菜 把各地的名菜融合在一起 来一个强强联手呢 比如南京的桂花鸭 大家肯定成功啊 对吧 再比如广东的脆皮鸭 大家肯定也是不陌生的 但是你可以想象吗 在这一家一家一宴 就有一道将两者 结合在一起的菜 皮脆肉嫩 还带着淡淡的桂花香 叫做脆皮桂花鸭 为了这道菜啊 店家可是研发了三个多月 试用了两百多只鸭子的 还有在这一家海龙江这菜 有一道海派咸鲁姜溶鸡 融合了三种鸡的做法 分别有广东的姜溶鸡 沙姜鸡 以及本邦咸鸡 至于味道怎么样呢 你去尝了就知道了 第一名一道 这一家餐厅的装修风格 是以中国的茶文化 为设计理念的 不仅摆放着茶经等经典书籍 进入餐厅的地方 还可以观赏到 古代制作茶的工艺 看着一面茶墙 展示六大茶类 近三百个茶样 所以你可能会以为 接下来要介绍的一道菜 是以茶为关键词的 但是 富贵机的话 目前还有一只 可以订得到的 行 没问题 好的 你没有听错哦 其实他们是一家 专门做本邦江浙菜的 茶文化餐厅哦 不仅有上海人喜爱的 红烧肉 熏鱼 还有我们今天的 这道创意美食 看到菜单上的招牌 将然富贵机了吗 我们今天的目标 就是为了它 李老师啊 我刚才看了一下 这边的一个预约的 一个情况 我发现好像每天的 预约量是很有限的 你看像这边都是五个 这里也是五个 你看再看这边 好像都是五个 为什么就只有五个呢 是的 我们这边呢 它这个富贵机呢 就是有限量的 你只限五只 然后这边呢 即使是打电话过来 这边也是预定不到 第六只的 不过呢 馨姨你可别担心 这个可是我们提前预约好的 然后看这架势 似乎和我们之前介绍过的 叫花鸡有些相似 那富贵机和叫花鸡 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这道菜呢 是叫花鸡跟八宝鸭 做法结合而来的 成为我们这道富贵机 所以用泥土包裹和烘烤 是借鉴了叫花鸡 这里面加入八宝饭 是借鉴了八宝鸭的做法 而想要做到酥烂入味 这选鸡就很重要了 选择的是广东清远鸡 以皮薄骨软而著名 然后我们鸡呢 先把骨头敲断 去骨的时候呢 要把那个鸡皮啊 保证完整 敲打的原因 是可以将鸡肉的纤维敲散 方便腌制 将腌制好的鸡 风干一个小时 风干可以保证食物的外观 气味能保留得更好 等颜色变身之后 再放入这个 提前炒制的八宝饭 关键在于我们烤前的工作 我们的鸡外面还投一出油 然后再包一层荷叶 可以防止鸡烤焦 还可以增加荷叶的香味 包上锡纸后 用酒坛泥包裹 因为泥中含有酒糟味 可以把酒糟味 融入到鸡肉里 起到去腥增香的作用 进入烤箱后 同样也不能疏忽 一共要烤制四个小时 每半个小时 大厨都会去观察一次 烤制的状态是否达到要求 保证出品的品质 第一次吃到的就是那种鸡的本味 它不会那种特别特别干 它是有那种新鲜的汁水的 它的料放得非常的丰富 有八宝饭的一个味道 和鸡肉的香味融合在一起 地方菜系变身季之第一名 创新程度五颗星 叫花鸡八宝鸭强强联手 想约都很难约哦 好了 今天我们的寻常美食变身季的三大篇章 已经全部分享给大家了 如果你想要获取更多具体的信息 都可以关注我们陶醉上海的微信公众号 我们会把具体内容推送给大家的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继续在都市频道 不见 不在了 我是王烟 拜拜 美食情报天天搜索 玩乐榜单日日翻新 那么脆的面包包哪里找的 这个呢只有碗式才供应的 在这个鲁儿店里吃过牛杂油 在牛杂店里吃过火锅吗 这是一份尽兴为你制作的美食排行榜 为你护上吃喝玩乐一网打进 不用出上海都能有旅游度假的感觉了 吃火比较不能吃 我还很简单 这是上导式的团菜 想了解护上更多资讯 锁定陶醉上海